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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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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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没反应的 Hello 好 吃饱了吗大家 吃饱了 好吃吗 多谢 有我们爱心 有弟兄姐妹爱心 我想问有谁昨晚有回来 的聚会 哇 很多 我今天考虑一下你们 昨晚陈医生说我们一个人的心 每一天会跳多少下 八万次 八万至十万下 今天我想和你们唱歌之前做一点点运动 让你们多跳两下好吗 一起起床 很简单的 不用担心 不会令你们消化不良 我想你和我一起拍手掌 就要有 担心这样拍的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OK OK 那这次呢 不单止拍手掌 还要一路拍 一路唱 现在你首歌 看看你行不行 大家都很聪明 应该可以的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还要一路拍手掌 希望我三 二 二 三 两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一 三 四 一 四 一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一 三 四 哈利路亚 还贞你哈利路亚 还贞你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好好 大家都做得很好 那大家做得这么好 就再升多一级好吗 不用担心 我们唱快一点点 第二次我们唱快一点点 我心欢喜 让赞美声夸着你 要唱唱唱话名 哈利路亚 中山里哈利路亚 清山里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中山里哈利路亚 好 有没有戏啊 最后一次 我们唱到最后一次 再做多一件事 一路拍一路唱 那去到 虎哥那里 还赞你哈利路亚 如果我指这边 就是这边唱 如果我指这边 就是这边 就是包括这两个行 OK 行不行 有没有信心 有 OK 大家都很棒 应该可以的 我们再来 Hessian 步伐 向处基督带领 漸然斥� fights义我明明 一日福斯主我心欢喜 人生美声挂着你 要尝尝尝我面 哈利路亚 尝尝你哈利路亚 尝尝你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在这边 尝尝你哈利路亚 尝尝你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感激基督带领 因恋词与我命停 一日服侍主我心欢喜 尝尝尝你 尝尝尝尝你哈利路亚 再来一边先 总赞你哈利路亚 总赞你哈利路亚 一起唱 哈利路亚 这边 总赞你哈利路亚 总赞你哈利路亚 一起唱 哈利路亚 再来一切唱我们 总赞你哈利路亚 总赞你哈利路亚 神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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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 Hallelujah 大家都很厲害 請大家請坐 做完運動 消化了 待會可以結束聚會再出去吃宵夜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砌過拼圖 有沒有人有砌拼圖 或者喜歡砌拼圖 你們有沒有試過砌拼圖 砌到最後砌完了 誰知有一塊找不到 我不知道 很慘 不知道你們的心情是怎樣 在你們的生命裏 有沒有試過總是覺得差點東西 有沒有試過在你們的生命裏 想找這一塊的 missing piece 我就已經找到了 希望在在這裡每一位都能夠和我一樣 很快或者已經找到這一塊的 missing piece Jewish ��젯 生命裏 寫詞 知不過heard 小 sav 做 σ 传说人生只不过死个梦 无方黑无意义没内容 贫穷或腹竹结局都一样伤痛 如吹烟飘散埋在焚土中 茫茫人海找一块乐美梦 无伤痛无怨恨没内容 流浪在世间试图找血烂彩虹 但千山走遍仍未见影座 直到一天我再陈世冲着你 彷徨空虚潮言消失远飞 与你偶遇原始我毕生的福气 如黑夜尽头重现神气 在那一天我再陈世冲着你 从前孤单我从此不记起 你已刺盼望成落井来永没尽忌 灰色人生变成绝美 传说人生只不过是个梦 无方向无意义没内容 贫穷或附足热局都一样伤痛 如吹烟飘散埋在焚土中 茫茫人海找一块乐美梦 无伤痛无怨恨没内容 流浪在世间试图走圈烂彩虹 但千山走遍仍未见影座 直到一天我再陈世冲着你 闭望梦 如黑夜尽头重现神气 在那一天 我再陈世充着你 从前孤单 我从此不忌弃 你以此盼望成乐者爱永没尽弃 灰色人生变成绝地 到世界尽头为怨 我始终忘记 惊喜人生乃爱自你 好 谢谢我们今天的赞美小组 和我们唱了两首歌 感谢主 今天我们第二晚的 《同你讲心》粤语的报道会 再次欢迎大家 如果你不认识我 我的名字叫Martin 我姓陈的 是教会中产严环人信讯会的传道 再次在这里欢迎大家 好了 想看看当中 我们有没有一些新来的朋友 看看你是第一次来我们教会的 可不可以你举一举手 让我们认识一下你 有啊 谢谢Wendy 举一举手我们就有礼物送给你了 欢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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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还有两位 是吧 是 欢迎你 欢迎你 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是新来的 这里有 这里有 先给点掌声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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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感谢主 因为我们知道 昨天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来了 刚才Wendy都已经问了 有谁是昨晚来的 我看到大家又举手 我记得昨晚陈医生和我们分享 特别有一件事 他说 如果你蓋皮的时候 很热的时候 你要伸脚出去 整个身又会暖 又会平衡回来的 心脏那里帮到你很多 感谢主 我们可以有机会 今天继续去听陈医生和我们分享 如果你们昨晚没有来的 我们也可以看看陈医生的简介 陈医生的简介 我再来再看一次 陈医生呢 陈正威医生呢 他是在香港出生和长大 中学的时候 毕业之后就移居了来到美国 本科毕业在普林斯顿大学 亦都得到哈佛医学院公共卫生碩士 和医学博士学位 亦都是美国加州大学 旧金山分校 临床医学教授 和Kaiser永久医疗集团医院副演长 和心内科主任 其实我们知道 陈医生昨晚都和我们分享了 其实他都写了很多不同的著作 昨晚都带了一些书来的 我们知道还有一些书在外面是自由奉献 一会儿可能都会 如果昨晚 你说没有机会想买他的书的话 你都可以跟我联络 我们就可以寄一些书过来 到时就可以回教会拿 看到他的著作 包括从孤儿到医生 多一箱筷子 保守你心 圆满人生等等等等 好了 我知道大家都等了很久了 我们一起祷告好吗 先祷告 我们请陈医生和我们分享 亲爱恩主 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 你实在是我们的救主 我们多谢你 让我们可以用诗歌来赞美 也多谢你 让我们可以知道 沉着你是我们一生里面最大的福气 多谢你给我们今晚 我们可以一起在这里继续的 有这个的报道会 圆圣灵自己亲自的与我们同在 亲自的去触摸去苦摸 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让我们真的听见你和我们说话 也都求主你继续的 带领着陈振威医生 让他所说的得到你自己大大的祝福 我们多谢主你 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圣灵祈求 阿们 那我们就给一张声 陈振威医生 各位弟兄姊妹 你们好 很高兴今晚我们又可以在一起 来一起思想一些人生的问题 和神的话语 记不记得昨天我们说到 神创造我们的时候 不仅仅创造我们的身体 还创造了我们的心灵 身体和心灵 其实是息息相关的 我们昨天说到 如果我们是基督徒的话 我们会觉得这个身体 是圣灵的电 所以我们会好好地保养 于是我们的身体就会健康 我们不会做一些很危险的事 我们会有好智慧 神给我们的智慧 去决定一些事情 那些也会帮助我们身体的健康 而且我们和神的关系 越来越近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喜乐 有平安 我们就会有一个乐观的心态 那又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健康 同时如果我们遭遇到问题的时候 我们相信凡事都有主引导 所以我们会很积极地面对一切的困难 所以这些会帮助我们的心思的健康 也会帮助我们的身体 所以很多方面 身体和心灵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我对不起 我那个东西好像没力了 所以今天我们讲多一点关于心灵 属灵的心是我们今晚所要讲的 未讲之前 请带我们低头我们祈祷 天父我们很谢谢你 又被我们今晚在一起 虽然我们可能有很多事情可以在家里做 但是感谢你让我们抽出这些时间 来到教会里面 一方面是有彼此之间的团契的友谊 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一起来学习 求祝与我们同在 打开我们的心 让我们今天听到我们需要的语言 让我们更加能够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 来到荣耀你的命 我们这样祈祷感谢 奉主耶稣的圣灵祈求 阿们 好了 心灵其实决定很多事情 譬如我们的思想 是我们的心灵所决定 我们的情绪很多时候和我们的心灵很有关系 我们言语行为 很多时候都是我们心灵里面的一些结果 甚至我们的人生方向 我们想着将来要做什么 我们心思熟虑 很多时候都是和我们的心灵有关系 甚至是我们如何去追求幸福 我们都知道大家都很想 我们人生是一个很幸福的人生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所追求 都是如何得到更多的幸福 都是和我们的心灵很有关系 我们的心灵真的决定了很多事情 所以除了我们的身体之外 我们属灵的心也是很重要 那说到幸福 什么是幸福呢? 很多人会有不同的定义 中国人在新年的时候 将福字调转下来 就是说那些福倒下来 倒下来这么多的福 那些就是幸福 有些人的定义是什么 是梦想实现 有些人的梦想 就是日时很有钱 特别是穷习惯的人 就很希望日时很有钱 于是就去买彩票 在香港就买马彪 希望有一天去种彩 我记得 以前小时候我们很穷 穷到没有钱吃饭 我妈妈也久不久去买了一元 一元港币也很少 一元的彩票 希望有一天会爆发 会突然间有很多钱 你看一些人的梦想 有些人觉得幸福是什么呢? 是有名誉 有名誉有地位的时候 钱就来的了 你知道香港很多的OBE 那些什么分爵 那些名誉 都是跟钱有关 你要有这么多的财富 那些名誉才会容易来到 有些人觉得幸福是什么呢? 家庭 家庭很重要 我觉得那些人很好 恭喜你 如果你觉得幸福的定义在家庭上 因为你已经看透了财富 看透了名利 而注重在家庭的重要 这个真的很重要 今天的社会 没有多少的人 他们的梦想是一个好的家庭 其实有好的家庭 真的有很多好处 是真的一个幸福 你看见儿女长大 她们很孝顺 她们做了很多有贡献的东西 那你就觉得这个人生很值得 所以这个就是有些人所说的幸福 有些人就觉得 这些都没所谓 最重要是健康、快乐 新心灵的健康 在国内大家都说正能量 每日有很多很多的正能量都来我 那我就是幸福了 有些人就觉得幸福是什么呢? 是一个有意义的人生 有意义的人生 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的定义 有很多人就觉得 如果我的生命能够影响另一个生命 这个是很有意义 真的很有意义的 譬如我们在国内那些孤儿的时工 那些人窮到三餐都没得吃 上学都没钱 虽然国内的小学教育 初中教育是免费的 但是他们要教很多其他的书本费、集费 所以有些穷的人就没有机会去上学 所以如果能够帮助到他 我们的事工就是在这里筹款 然后支持国内的一些机构 这样没有机会读书的人可以读书 看到他慢慢长大的时候 我们从2000年开始 到现在有些人已经毕业 在孤儿园慢慢长大 有些人做了教师 有些人做了医生、护士、工程师 甚至前几年我发觉 我们其中一个我们帮助的人 他是帮忙负责由香港去深圳的高铁建造的过程 我每次回到香港 我看高铁在水起的时候 我心里真的觉得很舒服 我们以前每个月只是给一点点钱来帮助他们 他们会加着这个机会 就努力向上成为一个有贡献的人 这些真是很有意义的人生 有了这些是否一定会幸福呢 你觉得会不会一定 有了这些一定会幸福 我想看看你怎么看 因为有时如果你 对不起 因为有时当你帮助一个人的时候 你一定要不要期望任何的东西 因为你有一些期望 你就会失望 所以有时在家里 我们就把所有的心机都放在小铁那里 我们无形中会有一个期望 我们希望小铁长大之后 会乖一点 会孝顺一点 会做得成功一点 但是万一我们的子女 没有根据你的成功定义的时候 你会很失望 无论是怎么样也好 你就觉得自己不是十分幸福 所以有了这些东西 不一定是完全会有幸福的 我们看看阿历山大帝 阿历山大帝他很厉害的 他16岁登基 20岁他就带兵出征 13年内他就征服了全波斯帝国 他的版图是横跨欧非洲三个大洲 33岁的时候 他海船回归的时候他就病了 那时候就什么都没有 我想是感染了 那时候没有抗生素的 抗生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才开始 所以那时候一病很容易 那条命就没有了 所以他就因为这个病 他就过了生 33岁 很年轻有为 病死了 他临死之前 他有三个胃缘 不知道 不知道这个我放不放到 放不到 没关系 有三个胃缘 他跟他们随随说 没有声音 有吗? OK 2 2 3 5 5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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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her Harp Zither Harp ither Harp Zither Harp ither Harp Zither Harp i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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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p 这个是很多时候都会让你想起一个人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呢 我们拥有越来越多 我们一路一路慢慢慢慢积转我们的财保越来越多 一间屋子 原本搬进去的时候都挺空下的 越来越满满满满满满满的东西 到最后我们要学习 放开 要完全地放开 放开我们的财富 放开我们的名誉、地位 甚至放开我们的健康 因为有一天健康都会离开我们 所以这些出戏 经常看的时候我都觉得很触动你想起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很多时候我们就不知道其实是有两样的世界的 一个是物质的世界 一个是精神的世界 一个是看得见的 一个是看不见的 一个是暂时的 一个是永远的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东西 我们就很注重物质世界里面的东西 反而看不到的东西 我们就疏忽了 高林多后书说 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 也是顾念所不见的 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 所不见的是永远的 普通人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太高估物质世界的价值 而低估精神世界的价值 再说一次 我们高估了物质世界的价值 因为我们看得到的 我们低估了精神世界的价值 因为我们看不到的 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同感 包括Marne Luther King 还有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 Bart Moorhead 包括一个说话很风趣的 George Carlin 他们都说过这些新时代的矛盾 我们能够征服了外太空 但是管不住我们的内心世界 我们淨化了空气 但是污染了我们的心灵 我们增加了生命的岁数 但是减少了生活的品质 我们有更多网络的信息 但是沟通越来越少 我们拥有更多 但是享受更少 更多的方便 但是时间更少 那些房子越来越大 但是家庭越来越少 那些药越来越多 但是健康又越来越少 这就是新时代的矛盾 我们很多事情的时候 其实都是暂时的 幸福是可以而不可求 我们可以努力地追求 但是我们能不能得到 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很多时候我们用不同的方法 算命 尖挂 问福 看看我们将来会如何 然后我们可以 如何扭转我们的命运 可以得到更多的幸福 可以求神拜佛 很多人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希望希望如果有神的存在 神会保佑他 会给他更多的幸福 中国人经常说五福临门 大家知不知道五福临门是什么 是长寿、富贵、康宁、浩德、善忠 这五个福 这五个福 长寿 你可以努力 但是你不能完全自己掌控 富贵你可以努力赚取 但是很多时候 经济一批的时候 你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所以不能够完全自己掌控 康宁 健康和心灵的安静 真的可以不可求 可以努力地追求健康 但是有一天 我们都要放弃这些健康 很多时候困难来到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就很不安定 浩德是一个五福临门的其中之一 我们可以努力地做一些行善 但是很多时候 都是我们不能完全掌控的一些东西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行善 由不得我们 很多时候我们因为内心的一些思想 我们心灵的关系 会影响我们要做一些好的事情 善忠更加是 有一天我们的生命会过去 很多人就很希望有一个善忠 但是到时是否这样 我们不知道 可能是意外 我们离开这个世界 可能是疾病 疾病有很多种 心脏病很快就可以离开世界 癌症有时捱下捱下 都挺痛苦的 所以善忠真的可疑不可求 幸福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呢? 大家有没有想到 有什么可以最确定的 可以使得我们有幸福呢? 这个问题就是 很多人都想知道的一个问题 怎样可以得到幸福 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 于是在大学里面 他们做了很多这样的研究 其中一个比较出名的研究 就是在哈佛大学 他的积极心理学科里面 他们有一个75年的追踪研究 教授访问了754名学生 以及一些基层的人士 一直每年的追踪 他们追踪到他们退休 然后经常问他们 他们是否觉得自己幸福 当然75年的教授 或者不会这么长命 他们在退休之前 就把那些年轻的教授都教下了 一个一个这样教下去 就是好几代的教授 要做这样的研究 他们研究到什么呢? 幸福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 你们想想 不是财富 哈佛大学的毕业生 有很多机会可以赚到很多钱 但是很有钱的 他们追踪的人 不一定是觉得自己幸福 很有地位 很多总统都是哈佛那里出生的 很多有地位的人不觉得自己幸福 有很多很懂享乐的 就是周围游浮、周围玩 很懂享乐的人 他们不觉得自己幸福 幸福最重要的关系是爱的关系 是一个爱的关系 而且这个关系 爱的关系是two way 是back and forth 要首先觉得自己被爱 然后要懂得去付出爱 有这样的两方向的一个关系的时候 那些人就会觉得自己幸福 这是一个75年来 就是一路追踪追踪研究出来的结果 什么都没有所谓 最重要的是爱 爱的关系 被爱和付出爱 你如果是被爱 你当然是很享受的 但是你只是享受这个爱不够的话 你还要付出去 那要付出什么的爱 有三方面 一个为他人着想的爱 要付出 我们经常听到 施比受更为有福 我们要施出去 施出去的时候 为对方的需要而付出 不是为自己的定义 觉得如何付出去 不是为自己的利益 而是沿沿沉沉的 付出去为对方的好处着想 这个就是其中一个付出一个有幸福的爱 另外一个就是无条件的爱 正如我都说过 如果你付出爱 你如果有一个期望的时候 你会失望 一个无条件的爱 你就不会失望 因为你反正付出去 你就不会期望任何的回报 所以你就不会失望 所以你就会觉得幸福 如果你有任何的期望 当这个期望不能够实现的时候 你就不会觉得自己幸福 第三个就是无界限的爱 不单是爱你的子女 不单是爱你的配偶 还要爱你的朋友 教会的弟兄姊妹 甚至一些你不认识的人 或者是神给你一个负担 你要去某一个地方传福音 去短孙 去长孙 你能够付出一些无界限的爱的时候 这个就是能够得到幸福感的一个爱 所以这三方面的爱很重要 你想想有哪些人 是可以付出这三方面的爱 主耶稣 主耶稣付出了这三方面的爱 他付出的爱 他从来不会想着自己有什么益处 他完全是为我们世上所有的人类 他是无条件的 他自己没有任何利益 而且他受了很多痛苦 他没有条件的付出 没有界限的任何人 都可以借着他可以来到神的面前 所以他扩大到广大的范围 是超过我们所想象的 我们很多时候想着 我去短孙 我知道何牧师 这方面是专业人士 很有经验 去南美洲 去欧洲 去非洲 去其他地方 没有界限的爱 哪里神给你一个负担 你就回应那个爱 就去那里 这个就是 扩大爱的范围 是能够给你幸福感的一个爱 付出爱容易吗? 真的不容易 有很多时候 我们想着付出爱的时候 我们需要牺牲 牺牲我们的钱 有时候你去短孙 你要自己买机票的 要牺牲时间 譬如去两个礼拜 两个礼拜你就不上班了 如果你是self-employed 那两个礼拜就没有收入了 如果你做一个稳定的工作 你要拿自己的vacation 那两个礼拜的vacation就没有了 所以很大的牺牲 你要牺牲 真的很不容易 很多时候你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付出爱的时候 不同方面的困难 有出发的时候的困难 去到的时候 不习惯当地的情况 的困难 遇到一些难阻 或者是政府的难阻 或者是不同的难阻 真的很不容易 要付出这样的爱 我今天想介绍给你们 我其中有三本书 是写这个《微木诗》 就是我熟灵的父亲 他就能够学习主耶稣基多药 付出一个为他人着想 无条件而且无界限的爱 《微木诗》他是加拿大人 他在17岁的时候 其实他已经是可以去做一个 Diesel Engineer的一个学徒 以前的火车都是燒煤炭的 但是那时候他又开始 刚刚开始有一个新的科技 就是用Diesel Diesel Fuel 来推动火车 就好像今天 一个很新的 很抢手的 很热门的 就是做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他有一天在教会 有一个在中国回来的宣教士 就说出在中国那时候是1930年的时候 中国那时候是一个很弱很受外国欺凌 而且被日本在虎视眈眈地侵入来的时候 就说到中国大陆的需要 尤其是拯救这些灵魂 就说如果我们现在不去那里拯救那些灵魂 当战争一来的时候 那些人就永远地灭亡了 于是他又突然有一个感动 觉得我应该去中国大陆 他都不知道中国在哪里 又不懂中文 于是他又说我愿意去 他就是这样很简单 就愿意付出这个爱出来 于是他就籌钱 要籌钱买船票 以前没有飞机 他就买船票 他籌钱籌到刚刚舊 买了船票之后 剩下五元零五毛钱 于是就两对鞋 两套衣服 一本圣经 于是就上船 家人在这里反对他 不准他去 因为以前听过太多中国大陆里面那些艰苦的东西 他父母不准他去 但是他很知道是神呼召他 他一定要去中国大陆帮忙 传福音 一句中文都不懂 他父母说 好 你可以去 我不能够拦阻你 但是当你走投无路 你想回来的时候 你告诉我 我要立刻乘船过去接你回来 我会无条件地接你回来 想着有一天他一定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有一天他会这样回来 去到中国大陆 他去到上海 然后去到广州 船去到广州下船 他原本就是会去一个宣教书住的地方 但是发觉那里住满人 所有宣教书都住满了 就没有地方住了 所以他只有在一个小艇里 日头就在宣教书那间楼那里吃饭 然后平时睡觉 就在小艇里睡 一个和在加拿大的生活很不同的地方 但是他无所谓 他觉得神给他的锻炼 于是他就在艇里开始学中文 就是一个很古老的那些 那些人教他中文 教极他都不行 教他背人之初性半善 背极他都不行 他说我没有办法 怎样可以学到中文呢 后来那位老师就告诉他 你到处去到处出去 你看到有什么东西 比如看到这盏灯 你就问人家 你要学会这句话 这些是什么 对方说是灯 那你就用英文拼出来灯在那里 子的一边就是灯 另外那一边就是D-A-N 就是拼出来一个灯字 于是他就是这样学中文 学中文 真的学到啊 一直在那里写一搭子 然后在那里 在那里背 有些人就拯骨他 有一天他见到一只船 是烂了的船 要弄好他 是一个船厂的 要弄好他 他就问船厂的人 这些是什么 他们就想弄好他 就说 这些是烂鬼东西 就是不说那些是船 是烂鬼东西 他就说是烂鬼东西 就是一只船 等到船弄好之后 他就去看 哇 又是烧炮掌 大家都很高兴 就是很漂亮的船 他就走去看 就见到那个船主 那个主人 他就跟那个船主说 恭喜你啊 你这只烂鬼东西很好啊 那那个船主就 要抓他打 他就是这样来学 但是他就不觉得 是一个难阻 就是面皮厚一点 他就不停地学 不停地学 有一次他在火车上面 就见到 见到有一个妇女在那里 他就想跟他聊天 跟他聊天 那他怎么说呢 他说 我很喜欢烫人 很喜欢吃了他 那那个女人就 哇 害怕起来 你这个鬼佬是这样的 他不知道 为什么那个人会这么生气呢 回去就问人 他说 我这么说 为什么他会这么生气呢 每个人都在笑 他说 不是这么说的 我喜欢唐人 很想认识他 那又说错了 所以这些这样的笑话 很多时候都有发生 但是他就很厚面皮 慢慢慢慢地学 学了之后 就开始写 写一些诗歌 他在那里吹喇叭 然后就唱那些诗歌 自己写的 就引人围在那里 就跟他们传福音 好像在香港他们迷飞机舰 那样 迷迷迷迷 那样吹喇叭 那些人来 大家围在那里 听他吹喇叭 他一说话 人家个个人就走了 所以他很失望 很失望 但是后来真的很感谢 很感谢主神 给他一个机会 有一天他见到 晚上一刻 有一个人 在地上 躺在雪满在雪 震下震下 然后口吐白沫 那个人围着他 没有做到任何事情 他又见到 他走过去看 他所看到的是 是一个魔鬼 在那个人的里面 于是他又急起来 就不知道怎么用中文说 他就用英文说 In Jesus' name Get out of this man 一说完之后 那个人立刻安静了下来 过了一两分钟 他还站起来就走了人 那时候 每个人都看到 你这个贵人这么厉害 说一句话 连鬼都听他 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人是被鬼附的 已经很多次了 于是第二天 他在一个客棧里睡觉 第一 整个客棧前面围满了人 几百个人 每个人都想看看他是谁 就是这样 他就开始有传福音的机会 他就开始讲道 第一个信主的人 是一个村的村长 听了他说之后 他就信了 立刻信了 信了就邀请他回到村里 和在村里再开一个报道会 在那里 全村人都信了 因为这个村长信 全村人都信了 然后他们受洗 就有九十九个人 愿意在河边立刻和他们受洗 到了九十九个人 你知道牧师 一个拉一个 九十九次 很累 累得不得了 他就说 耶稣有九十九只羊 有一只迷失了 现在你们哪个是一个迷失的羊 你立刻出来 耶稣要找你 在那里等 真的有一个人 就立刻跳到那条河里 说我就是了 你和我受洗 所以那一天 他有一百个人受洗 在那条村里面 于是这条村就成为一个福音村 第一间教会 他建立第一间教会 就是在这条村里面 所以他就是这样 辛辛苦苦的 一条村一条村 总共建立了九个教会 但是打仗了 日本由华北一路打到来 那些人要走难 走难的时候 他发觉街边有很多孤儿 走散了 没有人理他 于是他就乘了一个个 就放在庙那里 煮一些东西给他们吃 又叫其他人帮忙 照顾 慢慢这些孤儿 在那些庙里面 住的孤儿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后来日本一路打 打到 我都不记得 我都不记得 不记得一路 一路 他太太 她来了中国之后两年 她觉得太悶了 那时候她还未曾建立教会的时候 她和太太 那时候她未婚妻 就跟她说 我在这里 实在不能够住下来 除非你来中国和我一起 两个人一起来传福音 否则我已经完全没有能力 于是她太太立刻飞过来 广州 然后和她一起结婚 是华南的地区 第一个是西人结婚的人 这个就是他们在村里面 一起传福音 然后有一百个人受洗的地方 我去看过那个村 大约二十年前 和她描述的 在一九三几年的情况完全一样 即是一百年那条村未变过 她所说的什么在哪里 所以在中国大陆很多地方 很落后 落后到一百年不变的地方 这个就是他们第一间建立的教会 后来打仗来 他们没有办法去撤走 撤走的时候 他们的孤儿越来越多 就有大约四百个人 要走烂 他就带着他们 一路由广州 一路走走走走走 走到桂林 走去 多久了 去到桂林 亂逃有很多很多惊险的东西 有时候日本人就快打到来了 他要留下就要走人 他很懂事 他知道那时候很多的竹林 他专门由竹林走到竹林 因为他知道如果子弹射过来的时候 竹树挡住 一天很容易就蛇歪了 所以他专门是找竹林来走烂 真的很辛苦 很多时候你要喂四百个人 天天吃东西 真的不容易 你完全是神的恩典 他等到他自己没有了米的时候 他就只是靠祈祷 他祈祷之后奇蹟就出现 突然间就会有人送一些米来 真是很奇妙的信心的考验 这些就是有些小孩一起带走的 你看 个个都受骨愚策 中国很惨的时候 跟他们一起吃饭 一起睡觉 真是很不说一个外国人会有这么大的爱心 在中国里面 完全是一个没有条件的爱 没有界限的爱 不是为了自己着想的爱 后来抗战完了之后 他就带着由四百个慢慢变成七百个 即是沿途还有人再加进来 七百个就回到广州 回到广州 他就因为解放之后 他就没有办法留在中国 因为共产党就要他离开 是经过很长一次的审问 捉了他之后以为他是间谍 審问 就要他写很多灰国书 審他每天要做什么 和什么人接触 他后来就和那个審的人说 我问心无愧 你如何審我 我知道你的目的就是要我说我是间谍 但是我不是 如果你杀了我 我亦都让你杀 但是我有一个要求 就是你刀开我的心 你打开我的心的时候 里面你会找到两个字 就是中国 这两个字 很奇怪 他一说出来之后 審问那个人 突然间面色都变了 然后他说 你走走走走走 就这样放了他 就是一句这样的话 想不到就是会感动到那个人 完全是神的一个干预 让他能够离开 然后去到香港 在香港他做了很多很多建设的事 这个就是乌溪沙 那时候乌溪沙是一个军用的一个机场 在那里 他就用 不知道几千元港币 就投到那个机场 也是一个神迹来的 不过我想时间不足够 他就可以投到那幅地 然后就建了一个很大规模的孤儿园 在那里 叫做儿童新村 儿童新村孤儿园 他还是第一个发起 是要用天台成为一些天台学校 所以大家有些年纪大的人 或者知道天台学校 就是我这样的年纪 大家都知道天台学校 是他和香港的港督要求 准他们开始一些天台学校 就是那时候不同其他的福利机构 教会 就开始那些天台学校 我以前在这家孤儿园长大的 每一次他来的时候 我们都欢迎他 我们很高兴 他来的时候我们很高兴 因为平时没有肉食 在孤儿园里面没有肉食 是唯有他来的时候 我们就有肉食 所以我们很高兴他们 然后他通常有一只烧猪 烧猪就斩斩斩 他知道我们大家都很喜欢吃烧猪 他特意斩斩你 就斩大力一点 然后一块就跳出来 跳出来我们就每个人都抢 你看到谁是我 这个人是我在这里 这个有没有一个painter 哦 这个啊 看到吗 看到吗 那一只是我 我都不知道有这幅相 是后来他回天家之后 我就修理他家里的东西 就找到这幅相出来 很珍贵的这幅相 我们那些孤儿园毕业的人 以后呢 他都经常地回香港探望我们 这个是1991年 他回去的时候 已经有几千个孤儿长大了 连着他的家人 一起来欢迎他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叫他爸爸 因为他是孤儿之父 每个人都很尊敬他 他回到美国退休之后 他经常去不同的教会 其他地方 说他在中国的事迹 很多人经常问他 你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魄力 没有这么大的险 在中国做这么多的事工 帮助了这么多的人 他经常都说 我所做的一切 完全都是因为神的爱 如果没有神的爱来推动我的话 我绝对不能够这样的付出 上帝是爱的源头 因为有看一书第四章第十九节 都说我们爱 因为神才爱我们 只有与爱的源头连接 我们才可以被爱和付出爱 虽然我们周围的人 或者没有人会爱你 但是只要我们与爱的源头连接 神的爱 就会让我们有个被爱的感觉 我们经历到神的爱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学习主耶稣 付出一个为其他人着想 没有条件 没有界限的一个爱 这样才会有幸福 好像哈佛大学的研究 一定要有被爱加上付出爱 你才会有幸福 主耶稣 在世上的时候 有些人问他一个问题 谁是你的轮舍 这是《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二十九节 那里讲的一段故事 耶稣怎么回答呢 他是用一个比喻来回答 在耶路撒冷去耶利哥的路中 有一个人他被强盗抢了他的衣服 打到他半死 丢下了他就走了 第一个人看到一个祭司 那个祭司经过了 看都没有看就走了 第二个是一个利美人 来到这个地方看到他 也转了弯又走过了 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 经过那地方就冻了瓷心 就用油和酒倒在他的商处 包裹好 就扶他 骑上自己的那个雷 自己在那里走 那个受伤的人就坐在那里 带到他去客栈那里 就叫人来照顾他 给钱叫店主照顾他 有不够的钱呢 回来他会再给他 耶稣就问这三个人 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一个轮舍呢 其他人说是一个连率他的人 连吻他的人 耶稣说你照样去做吧 这个故事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有邻居 这个轮舍 这个轮舍不只是住在我们旁边的人 是上帝放一个人在你生命中的人 可能是你的配偶 可能是你的子女 可能是你的同学 可能是你的同事 可能是一些你不认识的人 但是神给你一个感动 将这个人放在你的生命当中 你的责任是什么呢 你的责任就是要好好地照顾 这个神放在你生命中的人 尤其是我们已经做了基督徒 我们装备自己 我们读了很多圣经 我们灵命一直长进 不能够停在那里 这个完全是为自己的灵命长进 是一件好的事 但是除了这一样之外 我们还要将信心付出来成为行动 其中一个行动 就是帮助一些上帝放在你生命中的人 上帝将谁放在你的生命中呢 你有没有想想 是否你的配偶 是否你的小孩子 是否你的同学 是否你的同事 是否一些在外国 在Kirkusten 在南美洲 在其他地方 甚至你都不认识他 但是神给你一个这样的负担 要去那里帮助他们 你怎样可以能够有这样的力量 去接受神给你这个负担呢 只有与爱的源头连接 你才可以有这样的推动力去做 你能够这样做的时候呢 你才能够被爱 才能够付出爱 才能够有幸福 现在我们请敬拜小组上来帮忙一下 你愿不愿意与爱的源头来连接 如果你还未曾信主的话 你首先要接受这个主 成为你的救主 你才可以跟他连接 跟他连接之后 你才可以经历到他的爱 然后你才可以付出到爱 然后你的生命才会有幸福 做了基督徒的人也是一样 很多时候我们做了基督徒 我们以为自己和神有很好的连接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所想的事 都不是神所喜悦的 我们首先要重新的 与祂有真真正正的连接 我们才可以感到神给我们的爱 我们才可以付出爱 才会有幸福 你会有幸福 你说世界外活长久 那女妹有爱无尽头 曾座的爱只在乎曾拥有 一刻灿烂便要走 而我却确信爱是幸福 碰到了你已无别求 无从解释不可说的爱 千秋过后仍长寂不留 谁人受痛苦被缘过在幕后 至高的爱尽见于持住的手 汗血在流反映爱没保留 持足不死的爱倒万世不忧 为后奉上生命全归主所有 要将一切震献于我主的手 我已决定今生在没所求 为莫得主请赞以作构 当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 我们想一下 在这个时刻 哪一个是神会将他放在你生命中的人 哪一个是你的灵死 你有没有这个负担 我愿意reach out 愿意跟他有联系 愿意帮助他 让他能够经过生命中的一程 知道神是怎样爱他 我们想一下我们生命中有哪一位 可能是你认识的 可能是你的家人 可能是一些家人 你跟他关系有点磨擦 关系不是很好 但是神今天告诉你 你要跟他修复这个关系 你要跟他重新的建立这个关系起来 才能够望神的喜悦 可能是有一些其他的人 同学也好 同事也好 他们其实在这儿等待其他的人 向他们传福音 你有没有这样的志愿 有没有这样的感动 要向这个人传福音呢 想想一下有没有他们生命中 我们如果想人生有幸福 我们一定要先被爱 然后我们仍然要付出爱 我们要被神的爱所爱 经历到祂的爱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付出爱 如果在在有任何一个人 你们还未曾接受主 成为你的救主的话 今天神就在你心里动工 跟你说 说我很想你 入到你的心里面 你会有这样的想法 你愿意接受神 对你的这个邀请 请你举一举手 我们会为你祈祷 今天就是机会 神让我来到你们当中 来传讲这个讯息 不是一个偶然的事 今天是神在你心中动工的时候 你会觉得神是向你说话的时候 你可以做一个表示 然后我们会继续跟进 继续帮助你更加认识神 如果有这样的人在我们当中 请你表示一下 我们以后可以更加跟进你 或者我们在座大部分的人都是基督徒 如果在座已经是基督徒 但是仍然不是和神有很亲密的关系 神今晚也跟你说 我很愿意成为你最亲密的朋友 我很愿意帮助你走这个人生路 我们今晚就做一个这样的决志 我们决志由今天开始 我们更加的开武神的话 更加的与他亲近 如果是有这样的人愿意做这样的决志 也都请你表示一下 我们会为你祈祷 感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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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放下来 好 请大家低头我们祈祷 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 感谢你的同在 让我们今晚当中激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你的信息已经达到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求祝你特别是恩代 向你表示 愿意从今以后 更加的渴慕你的话语 更加的认识你 更加与你亲近的人 求祝你帮助他们 除了做这个决定之外 更有更大的恒心 每日的有好好的追求 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帮助他们 你引领他们 你带领他们 好像带领你最爱的 最深爱的羊一样 如果他们跌倒的时候 求祝你扶持他们 他们伤心难过的时候 求祝你安慰他们 求祝你医治他们 求祝你帮助他们 成为一个更好的基督徒 来到荣耀你的命 让其他的人 也都可以因为他们的缘故而无福 我们这样祈祷感谢 奉主耶稣的圣灵祈求 阿们 多谢陈医生和我们的分享 就是因为耶稣的爱 才令到我们有满足的人生 我们一起唱 尝听说世界 爱没长久 那里会有爱无尽头 陈族的爱只在负责拥有 一刻灿热便要走 而我却确信爱是恨够 碰到了你已无别构 无重解释 不可算你的爱 千秋过后仍长泉不苟 谁人受痛苦被缘挂在目头 至高的爱尽见于持存的手 看血在流反映爱没保留 自足不死的爱 自足不死的爱到万世不忧 为求奉上生命全归主所有 要将一切尽献于我主的手 我已决定今生在目所求 我已忘得主请赞已足够 我已决定今生在目的 上次多谢陈医生在我们当中 给我们更快的信息 特别刚才他所说的宣教士 他如何来带领那么多孤儿 我自己很深受感动 再一次把神的爱 在我们面前分享和彰显 我盼望今天晚上 如果你还没信耶稣 你能够认识这个神 你也可以一会儿留步 或者我们也可以认识多一点你 可以和你聊天 明天陈医生会继续在我们当中 和我们分享第三个心 就是说到耶稣的心 明天我们的广东话崇拜是10点45分 特别欢迎新朋友 如果你还没来我们教会 明天也可以来我们教会 参加聚会10点45分 我们是不是有refreshment 没有的 我们今晚的聚会到这里 我们可以 有啊有糖水 OK我们有refreshment 我们有糖水 我们今晚的聚会到这里 我们再一次多谢陈医生 我们在神面前蜜桃之后散会 谢谢大家